爆出坑沙观光客的士林夜市水果摊 在晚间竟然是没有摆摊 让鸡茶的市场处还有士林分局扑空了 市场处的态度很坚决 只要业者一摆摊 就会立刻要求他们离开 不陪合作扣摊 传出这天价的水果摊商有七家 但是背后都是同一个老板 其他的摊商说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应该只剩下一家 希望他赶快离开 不要再重创士林夜市的生意了 还有台湾的夜市观光景象 市场处士林分局浩浩荡荡荡 来到士林夜市要击查被踢爆 坑沙观光客的现切水果摊 原本就在超商门口摆摊 竟然没有营业 只要有发现的话 我们就会要求他离开 如果他不离开的话 我们就会采取末路他摊价的主份 就要查到这摊消失为止 市场处说 业者不但没有加入士林夜市街区组织 加上坑沙观光客累办两次 决定不再给机会 传出天价水果摊商一共有七家 老板都是同一个人 招数都是利用士吃 来吸引观光客掏钱买单 其他摊商都说 天价水果摊商目前只剩一摊 但是大家都不希望再有害群芝麻 反正是市场处规定 我们这样子一杯一杯的做 我们就一杯一杯的做 价钱不要在那里 因为现在观光客已经越来越少 若我们再这样子 让我们的形象越来越糟糕的话 可能台湾的经济会受到影响 现在为了避免称重计价 产生消费争议 市场处要求全面改用容器贩售 一律要标识价格 观光客一看到现切水果蜂涌而上 哈密瓜榴莲统统有兴趣 摊位上标示出一杯水果八十元 安国观光客买了榴莲 当场吃的精心有味 只是榴莲价格昂贵 恐怕不止一杯八十元 如果业者再不自律 重创的不止台湾观光形象 还有夜市生意恐怕也会一落千丈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